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我的太太Coco Hello,我是Coco 今天好像听说是PMQ第一次邀请一对情侣 或者夫妇上来做节目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邀请我上来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是的 是的 我想是因为这段时间 我相信是大家很多时间都要留在家里 那我们本身是一个做公关 还有最近你又转了行 有很多新心灵的生意 今天我们也想分享一下如何在家里 透过做食物去令大家自己的心情好一些 以及如何从中保持到夫妻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首先看一看我们今天煮什么 我们会煮四样东西 包括一个温泉蛋 这个就是温泉蛋 然后呢 接着呢 这边一路做过来呢 就是一个 气炸锅炸的哈多士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 萧麦面 是的 还有最后呢 是 一些菜 是一个 凉拌的 菠菜苗 是的 那我们首先开始 就可以做了一个 鸡蛋先 好了 很多人都想知道 温泉蛋是怎么做呢 其实坊间有很多方法 那我们这个方法就是 我觉得是很方便 因为不用看火 那我们首先呢 就要准备了一粒的热水 一公升的热水 那滚了之后呢 滚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关火 多少分钟呢 然后呢 就再把我们准备了的 200ml的热水倒进去 是的 最重要是离火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 预先拿出来的鸡蛋放进去 那这个方法呢 就是煮 17分钟 基本上是浸熟它 是的 那17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 放在旁边 再让它放在旁边 再放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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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首先把它放在旁边 那这样呢 首先把它放在旁边 那这样呢 那之后就可以准备 蝦多士了 那蝦多士 麻烦你帮我 对了 先把旁边 对了 其实蝦多士呢 因为我们上网搜索过很多食口 很多都是自己买些虾 然后去打虾胶 但是我们就要快捷 可以直接去海鲜档 买些虾环 到 回家 直接可以釀去 那个棉花 那这个呢 也发生了一个趣事 就是我们去街市买的时候 买虾滑的时候 就买回家 然后煮了一次 那吃的时候 为什么发现 好像 没有什么虾味 那这个 这间虾滑 就是我们打算 赶紧回去 但是好吃 是好吃的 但是 谁知道吃完吃完 就发现原来 我们是买错了 买了一个 墨鱼滑 那但是 这个是虾滑 这个是虾滑 是的 但是也好吃 就是墨鱼滑 如果买不到虾滑 那我们可以将虾滑 就让到那个面包的面头 那最好呢 就将用匙羹背 压一压它 尤其是在角头 旁边的那些位置 压一压它 好 令到它不要炸起上来 会飞起的 可以 可以 做好一点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今天来做书Chef 那我们正在做 这个虾多士 介绍一下 就是怎么做呢 就是用旁边的气炸锅 那气炸锅呢 就将它 调到180度 炸它 10分钟 因为我们这个虾多士 我们就 比较厚一点 而且我们也特意选了一个 厚切的面包 让它的口感更好一点 所以呢 我们想确定它是熟 的话 我们炸得久一点 180度 10分钟 如果我们开出来之后 觉得它不够金黄的 那我们都可以再用200度 去炸多3分钟 那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做一个虾多士呢 其实我们 就是 小时候很多时候都有吃过 虾多士 但是 外面吃的都有很多油 其实 还有它有沾很多 粉 面包汤 等等 这个用气炸锅的做法 就是 真的用很少油 那我稍后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 最重要就是我们自己家里 是没有气炸锅的 那我们就尝试玩一下 这里可以炸锅 而且这个真的很方便 13分钟左右就能够办 那丁平时在家里 是不是半煎炸锅 或者也是油炸锅 其实在家里可以油炸的 大概 但是我觉得炸锅 就要沾多些蛋浆 和粉 和面包汤 还有最后要放些芝麻 那在家里用油炸锅 第一 我觉得就要很多油 但是如果不想太多油 我觉得可以半煎炸锅 如果你不是弄到我们这么厚 的话 其实炸锅它几分钟就够了 就是炸锅它金黄 就够了 最重要是炸锅 炸锅的时候 就炸了蝦的面前 然后将它金黄了 之后就将它反转 不好意思 好吗? 哈哈哈 平时出家吃蝦多士 也没有这次这个 这么高 其实这个 也是其中一个想跟大家互动一下的地方 就是我们今天煮四样东西 也想大家猜一下 最后是多少钱呢? 看到四样东西 都是一个 也不是正宗传统的日本餐 但是呢 其实也可以用一个很便宜的 价钱的主要四样东西 这个做法呢 就是我们用气炸锅 拿出来噴一些油 对了 对了 下锅之前 就灑一些芝麻面 香一点 就可以怎样? 香一点 香味一点 哈哈哈 好的 嗯 OK 好 那你做 就是身心灵导师了 你觉得 就是我自己 自己就觉得煮东西很治愈 是 那你有没有什么提示 可以告诉观众 其实如何可以在这段时间 就是令自己可以 开心一点 或者正面一点 是不是 其实我想现在 疫情中 10分钟左右 很多家庭观众 都可能 就是常常在家 Work from home 还有又要做教师 在家里教小朋友 我想其实可以用这些时间 去和小朋友 和家人 培养一下感情 我想 其实香港人 始终的 食物文化 其实都挺深入 我觉得其实可以 从那个出发点 去再 reignite 家庭的爱 和关系 就是好像我们 其实我们 做公关 我们很多餐厅的客人 其实我们两个夫妻 和整个家人都很喜欢吃东西 那我们去旅行吃东西 也好 在香港吃东西 也好 其实你现在常常在家 那你就想回 你们喜欢做的 但是在家里一起做 是的 我想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的故事 其实我们 除了我们是夫妻之外 我们也是生意拍檔 我们在六年前 就开了自己的 一个公关公司 做多些比较 就是lifestyle 飲食的客户 那时候我们是非常窮 我们多数的娱乐 或者吃饭 喝酒都在家里 那时候真的 煮很多 差不多一个星期都煮 五六日 五六餐 我煮了 那你洗吧 那你洗吧 现在过了这么多年 其实我们又再忙一点 现在又有自己的办公室 之前没有了 所以真的 一起煮食的时间 真的少了很多 但是反而这段时间 我们又多留在家里 有小朋友 我又多煮了饭 你又多煮了饭 所以我们现在是真的 就是 也挺回味以前的一切 在家里 煮食的时间 那大家都可以 除了煮食之外 都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渠道 除了煮食 就是可以 可能是 习修 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 其实我们有个小朋友 家里 他就是八个月大 那其实 我家里 以前 小时候很多 那些 小时候长大那些照片 就是他的旅行那些 那其实我现在 看回 我从女儿看回 其实我觉得 这样去看回 去回味以前 就是小时候的那些 经历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 新的Family Tradition 可以给女儿看 原来妈妈 她以前小时候是这样的 虽然她可能不太明白 但是现在会指 那些样子 这个是谁 那个是姑妈 这个是姨妈 这个是什么 那他会承认得 其实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Family Activity 没错 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煮食 好 那我们刚才说 会准备一个凉拌的菠菜料 那这里有一些菠菜苗 那我预备了 这里 其实有大概 半斤的菠菜苗 那菠菜苗 那菠菜苗 其实不用一定 说要去 COP市场 买一些 就是乳酸剪 洗好 或者是 切好 的 其实在街市都买到的 那我们这个做法 就是将菠菜苗 拿出来 然后就切了尾 去 那其实菠菜苗 就很多沙的 我们最少都要洗它三次 那这一盆 已经是洗了三次的了 那我们 预备这个 这个菠菜苗的一个小小的技巧 就是 将它全部切到差不多长度 然后放它进去盘子的时候 都尽量是 令到它的尾 是同一样的 排得齊 因为呢 我们之后 煮它的时候 就是煮它的时候 都要拿出来 都要令到它 整齊 因为我们之后 准备 切的时候 都要排到它 更好 这个 这个已经是 预先洗好了 那我们可以 倒水 放水 这里半斤的菠菜苗 大概用两茶匙的盐 就放入水 即是放了盐才能放错 滚了 就可以放入盐 好 刚才我们说到 放下去的时候 怎样可以令它没那么散呢 就 这样放进去 其实这个呢 很快就熟了 因为我们 这个是凉拌的 菠菜苗 其实我们也想要它 爽口的感觉 我们也不用煮得太軟 其实两分钟左右差不多了 我们先拿一张 先拿一张 先拿一张 可以去哪裏玩一下 其實個人也會比較正面 是的,其實我這陣子的身心力 one-on-one的客戶 用了這些時間去看看他們生活中 可能感情上、工作上、家庭、家庭關係之上 就是潛能上全部 有些甚麼是在工作 有些甚麼是在工作 工作人員之後會再重視現在可以怎樣去 再打好他們現在生活中的基礎 去計劃他們將來想怎樣去做他們的生活 OK 是嗎? 其實最近多了很多人關注身心力這件事 是嗎? 也是 我臨睡前會看一些ASMR的影片 又不是直接跟這件事 但我又覺得看完那些影片 可能就是ASMR的吃東西 是嗎? 是嗎? 是 那些東西呢? 那就更加會更加 那怎樣可以去減壓一下呢? 其實你可以聽一下那些 YouTube的音樂的 那些Meditation 那些Frequency那些 其實現在 Instagram和Facebook 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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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Yoga 還有那些打座的老師 在做很多的IG Live 還有是Free的 所以其實家裡的觀眾 可以嘗試去聽一下那些 看能不能夠敷衍到自己的心心靈的 那些 那麻煩你可不可以幫我 將這個過冷行 是的 那我們剛才呢 拿出來的時候 你看到呢 我們都盡量把它派到去 即是都是頭顏頭 尾尾尾的 這些剩下的那些 即是長度不一樣的那些 其實我們可以不用要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它過冷行 把它過冷行 把它過冷行 小一點 好 那現在我在看Live的朋友就有問題 是 他問除了菠菜之外 還有什麼菜做涼拌呢? 好吃嗎? 我自己也挺喜歡吃秋葵的 但是有些人就 覺得不喜歡那個口感 但是我們覺得秋葵 或者青瓜 青瓜 青瓜 多點冰 多點冰 那你們剛才有教的人 即是告訴人 即是 即是 推薦一下 可以這段時間去計劃一下 將來 或者 不久的將來 那你們自己有什麼打算? 疫情之後 我想老公帶我去起臉 為什麼呢? 因為 好像近來去了 什麼? 你淘汰完春 那時候才去的 不是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 你看看外面天氣 多涼好 太陽速度又出來了 那我跟兩方 老公 Farlal 都很喜歡交流活動 和 游泳 那些 現在因為疫情的問題 就不能 出去游泳 那其實我 這麼大的女兒 我覺得 其實希臘的海水 是 so beautiful 好像水晶 那樣 好像閃閃閃 那樣 其實 很掛著 那些大自然的地方 還有他們的食物 真的很好吃 對 他們的食物是 真的不用怎麼煮的 因為我想 它的食材 真的快新鮮 我們去過一個地方 它是 我們叫了沙律 它真的在後面 摘蕃茄 蒜 蒜蒜 就準備 真的很好吃 就是放些橄欖油 對 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用熱水 熬完 其實都要 我們想它涼拌的效果 就要加多一點冰 嘩 好 我們準備了這個菜的時候 就聽到 蒜汁窩已經叮了一聲 那麼 我們就可以 嘩 嘩 嘩 看看它再一次 可以看一看 這裡 嘩 對 其實它已經很金黃 但是 我覺得可以更金黃一點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再 做多一會 200度 煮三分鐘 蛋 剛剛過了17分鐘 就可以 把它煮出來 可不可以幫我設置五分鐘 我就把它倒出來 200度三分鐘 但是我們不要開著 讓它差不多 就一次過可以 好 那這個呢 就可以把它放在 旁邊 好了 五分鐘 好了 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準備麵了 那我準備麵的同事呢 麻煩哥哥幫我切些菜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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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拿乾一點的水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一個涼拌的拌菜 我們又不想吃的時候 整個都是水 所以要拿乾一點 盡量再拿大一點 拿乾一點 日本人其實很流行做常備菜 其中一個就是涼拌菜 可能有一碼就先做 其實可以保持多久呢? 我想現在的菜煮熟了 很多人就說第一就不要翻熱它 但是如果放涼菜的話放在雪櫃 如果包得好的話 處理得好 我想最多可以放到兩至三天 但是盡量不要太久 可以放在雪櫃裡 可以放在雪櫃裡 你差一點嗎? 對 流水了 好 還有多少水 地獄出身 好 那他在旁邊切菜 切菜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怎樣切 這樣切 哈哈哈哈 即是排啊 那些 哦這樣排 這個還沒排好 這個還沒排 不,我已經排了 你看一次都可以 然後放在雪櫃裡 這樣 對 然後這樣排排 好 好 好 那你排排菜的時候 我就可以煮這個蕎麥麵 蕎麥麵 蕎麥麵 其實一盞 其實不夠吃 很大人 所以我們兩個人 通常要吃三至四盞 這個包裝 其實就說要煮六分鐘 我們都煮足六分鐘 因為其實我們之後都要過冷河 如果我們在一個冷麵的情況之下 但是又煮得不夠熟 他就會比較硬 所以我們要煮足六分鐘 對 先放在包裝 但是記住 要時不時都要動一下 讓他不要黏住 和沒有黏底 好 那我們在準備這個菜 和蕎麥麵的時候 我們可以準備一些醬汁 等一下用來點東西 用來點蝦多士 和蕎麥麵 我們就可以攪拌了一個 醬 給蝦多士 你看到我們這裡有一個 日本的沙律醬 我自己本人喜歡 用沙律醬 再混合少許的 和蕎麥麵 去吃 我本身喜歡吃和蕎麵 但是如果大家 不喜歡的話 就這樣用 這個醬也可以 我自己的比例 大概是 兩份的沙律醬 再加一份的芥末 我們就可以拌勻 把蕎麵拍出來 把蕎麵拍出來 好 嗯 我們可以做 兩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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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分鐘呢? 菜你還想要多久呢? 大概2分鐘 要我幫忙 3分鐘 這個就是溫泉蛋 已經是時間到了 我們就把它 因為它還未準備好 我們就可以把它浸著冷水 讓它不要再繼續取熟 大家剛才看到我們做了半斤的菠菜 好像很多 其實煮了出來 沾水之後 其實是很少的 如果大家想煮多一點 喜歡吃的 其實可以一整斤煮完 我們現在先拌一拌 蕎麥麵 這個回頭也要浸冰水 我們看到這個還有3分鐘左右 我們也可以再炸一炸 巴多士 現在是200度 調了3分鐘 所有東西到時候 就差不多時間可以上菜 所以對一個Homes Chef來說 Timer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很重要 因為這裡已經有兩個 Timer 我們家裡自己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其實也不夠的 吃一個 有時候也要用電話去計時 還有我覺得其實 煮一些簡單的東西 是不難的 就是煮一兩個人的份量 但是如果你煮得多人的話 家裡通常的爐頭那麼多 我不大 其實是工製的時間 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煮意粉 怎樣煮到al dente 其實要看看包裝 它推薦是煮多少 對 通常包裝說的時間 通常我都會減少1分鐘 然後再試一下 這個呢 就可以 買得漂亮一點 這樣 然後 就可以加些 麻油 對 加些麻油 加麻油 加麻油 加些麻油 記住要加了麻油 才加另外的麻醬 為什麼呢 為什麼 你師傅 我忘記了 因為 如果加了麻醬 再加麻油 麻油就收不到 在菜裡 所以我們先加了麻油 才加麻醬 不用太多 第一道菜 就 出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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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不夠 還有少許芝麻 放些芝麻麵 放些芝麻麵 有朋友可以問 你們還有什麼拿手菜呢 我自己很喜歡吃牛排 我 د 那麼我 ATE 我們在九社 god 我們前幾年 就買了一個 慢煮的雞髡 就用低溫 煮一周 再燃香 或者煎香 這個是我覺得atisf tend to be 但是容易弄又好吃 就像我那個孫子 你自己說吧 你自己說吧 我們差不多 這個是蕎麥麵 過冷韓 我忘了你 你可以過冷韓嗎? 我們這裏有四隻蛋 我們先放在旁邊 將它放進碗裡 好 看這個方法成不成功 咦,這個已經穿了 對了,我們這個呢 之後就會放醬汁在面 我放在這一碗 不過麵要放到冰箱 又有人問了 如果要煮這一餐大概要多少錢呢? 不如你猜一下 不如大家猜一下 所有東西都是不算醬汁的話 其實是三位數字 剛剛三位數字 兩個人其實我覺得都不最貴 我們在外面吃過碟頭飯 餐廳也要賣幾十分 我們最後會開補這個 準備冷麵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準備一個醬汁 給這個溫泉蛋 我自己就喜歡加一些兼杏汁 如果喜歡的話就可以加一些紫菜 這個麵是在表面上的 還有這個麵呢 我們過冷河的時候 最好不要直接浸著它 也要擦一下它 因為它有很多澱粉質在表面上的 我們盡量把它擦掉 我們盡量擦掉甜品質 讓它出來之後 口感更加爽 它在洗臉蛋 它在洗臉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準備一個 蝦多士 大家看到這個顏色很金黃 大概煮10至13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顏色不夠 哈哈 放一袋 可以 放一袋 放一袋 你可不可以拾嗎 你可不可以拾得漂亮 麵可以嗎 它還可以拾得到 你不可以拾得到 平時在家裡也是阿Den主力做大廚的 大家猜猜 哈哈哈哈 都是的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洗碗 通常都是我煮然後弄過洗碗 嗯 早晚的餐才在家裡吃 日後都要上班 早餐其實很簡單 就是吃一點Siri 砂蛋 都可以 我比較喜歡做早餐和沙拉 多一點 哈哈 哈哈 有沒有一些推薦呢 就是三人家庭晚上的話 有沒有一些菜可以推薦給我們的觀眾 中還是小 沒所謂的 中西各一款 各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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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瓜湯 南瓜湯 超級容易 我也吃 哈哈 你拿一個南瓜 然後切了它 然後拿了一些肉出來 然後放在那些blender裡面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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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湯出來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 放一點點 olive oil 然後放一點點 basil 在上面 小朋友喜歡吃這個 對 有卡拉粉 對 蛤 蛤 不是凍湯 生羊 蛤 生羊 不是 你焗了 我沒有說焗到 哈哈 哈哈 很厲害 焗了之後 放在blender裡攪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中呢 中你再說吧 中也不吃 不吃 中也不吃 說你的麻婆豆腐 不要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 少了吃肉 即是吃少了一點 一個星期可能有一餐 即是有一晚是吃素的 那 現在有一些新的產品 叫做植物肉 對嗎 那個牌子叫做 Omni Pog 我們上次用來煮這個麻婆豆腐 都很好吃 對 麻婆豆腐混這個南瓜湯 會不會 都夾 對嗎 我沒有聽你說 哈哈 對 麻婆豆腐混南瓜湯 哈哈 對 那這個 這條麥麵呢 最後我們就可以放一些 即是用一些紫菜擺麵 其實就 未必一定要真的買 那些日本已經切好一條條的東西 那這個可以其實用 我們 這個是四周紫菜來的 所以 對 其實都不用說一定跟著 這個 recipe 要用些什麼 就用些什麼 其實很多材料都可以有 有 substitution 大家都很踴躍猜一下 這餐大概多少錢 有些說五百 有些說八二 有些三百五 有些大概二百 OK 你記不記得多少錢 我記得 好 放上這裏 我先先 so far 有沒有人猜中 可不可以先 是否暫時沒有人猜中 沒有 我好像聽不到我的價錢 OK 那大家繼續猜一下 哈哈 可以計劃一下 哈哈 那這個 嗯 我是有些汁汁 這條麥麵呢 我們就會準備 兩個汁在旁邊 那因為 也是方便 我們也是買一些 現成的堅餘汁 倒下去 記住 不要買了濃縮 即是濃縮 那些 如果買了濃縮 那些就要勾起它 如果買了一些不是濃縮 那些就直接可以吃 那這個呢 我們自己就喜歡去放些 蔥 放些薑 放些薑 放些薑蓉 或者放些芥末 放些芥末 可以好像尖麵 那樣點來吃 那還有這個 哈多士 就是背這個 的 芥末 還有 如果不喜歡吃芥末 的朋友 都可以就這樣吃 就這樣要芥末 也可以 有人說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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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開股 開股其實是接近100元 對 接近100元 那我講一下材料是多少錢 其實菠菜苗在街市買 即是我們那個街市 是20元一斤 蝦蝦麵麵 其實在超市場下賣 十多二十元一包 然後蛋 就是幾元 然後 多數都有 對 然後那個 多士 即是麵包 就是 嘉頓的厚切 一方包 我們用了一塊 一包其實都可能是十元左右 我們用了一塊 一包是六塊的 那這個蝦呢 其實是最貴 即是蝦瓜最貴 其實它已經是拌好 調整了 我們已經不用攪拌了 已經是 那它就是 這一塊 我們剛才那塊 就是三十元 三十元 對 所以我們計一下 這個三十元 這個 其實我們要用半斤菜 即是十元 蛋幾元 其實加加慢慢不用 不用一百元 都可以 我們今天的示範就是 完成了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 我們 今天我帶了一本書來的 是 是 我們分享一下 是 這裏其實 我們現在煮東西吃 這個地方 就是在TMQ的 Taste Library 裏面 Taste Library 這邊就是廚房 其實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圖書館 圖書館裏面有很多飲食 或者生活的 中文英文書都有 其實我們一邊 就借了這本 John Roker的書 《鹹蝦燦味道日子》 對 我為什麼會想介紹這本書 就是因為我都很 看這本書 很佩服 有些人 真的去為了自己喜歡的東西 或者去 自己喜歡做 或者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去放棄 即是他們放棄了 不是放棄了 即是他們離開了之前的工作 然後去不同的地方 去遊歷 去吃東西 我是很佩服這些人 有這樣的決心 是的 我也想大家 即是我們自己都在內 都是想在這些時間 怎樣去 即是有時間靜下來的時候 想一下 究竟我們自己是想做些什麼 還是每天都是朝九晚樂 去上班 是的 所以我也想介紹一下這本書 還有我們自己也很喜歡去旅行 這本書也有說 John去不同的地方去旅行 還有去吃東西 都是我們喜歡做的東西 也想介紹給大家 好 今天就謝謝Dan和Coco的分享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